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本章主要是进行实践的内容的学习 那么这本章我们将会首先实现一个双线链表 接着我们在实现了双线链表的基础上 来实现内存的置换算法 那么在这里面具体就会实现FIFO算法 先进先出算法 然后是最近最少使用算法 LRU算法 还有最不经常使用算法LFU算法 那么对于本章的实践 其实内容是比较重要的 很多公司的面试都会问到这里面相关算法的具体的细节 那么本章的设计也是为了让同学们对这些算法有一个更好的认识 并且能够自己去实现相关的算法 以应对一些面试 当然了这部分内容对于相关算法的进一步理解 也是会有帮助的 那么在实践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三个算法 首先是这个先进先出算法 FIFO算法 那么对于先进先出算法 它会把这个高速缓存看作是一个先进先出的对列 并且在发生置换的时候 优先替换最先进入对列的置块 接着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最近最少使用算法 LRU算法 那么对于这个最近最少使用算法 它其实会优先淘汰掉一段时间内没有使用的置块 那么有多种实现方法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是使用双线链表来实现LRU算法的 那么我们在实现的时候 我们就把当前需要访问的节点 也就是我们的置块置换到链表的最前面 保证这个链表的头部的节点是最近使用的 那么当需要淘汰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链表的尾部的节点淘汰掉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LRU最近最少使用算法 接着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LFU算法 最不经常使用算法 那么对于这个最不经常使用算法呢 它其实是它在淘汰的时候 优先淘汰掉最不经常使用的置块 那么为了记录这个最不经常使用的置块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额外的空间去记录每一个置块的使用频率 那么这个呢 就是LFU最不经常使用算法 那么这个算法呢 我们在前面也已经介绍过了 如果有1万的同学呢 可以观看之前的一些视频 接着我们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本章的内容的实践的一个过程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会实现一个双线链表 那么为了实现这个双线链表呢 我们将会首先实现一个node类 这个类呢 是双线链表里面的节点这个类 接着在实现了这个node类之后呢 我们再实现一个double link list这个类 那么这个类呢 就是双线链表的类 那么对于这个类呢 我们将会实现这个pop方法 那么pop方法呢 就是弹出链表的头部节点 同时呢 我们还会实现这个append的方法 那么这个append的方法呢 就会把节点添加到链表的尾部 这个append的方法 接着是这个append front这个方法 那么对于这个方法呢 它的功能就是把节点添加到链表的头部 这个功能的 之后呢 我们还会实现这个remove方法 那么对于remove方法呢 主要是删除掉链表里面的指定的节点 在实现了这个双线链表的基础之后呢 我们就会来实践这个置换算法 那么对于置换算法呢 我们主要是实现一个catch的类 那么对于这个catch的类呢 我们主要是实现两个api 首先第一个api get的api 那么对于这个get的方法呢 我们将会返回这个key所对应的value 如果这个key的值呢 在这个缓存里面的话 我们就返回这个key对应的value 否则的话就返回-1 接着呢 我们还会实现这个put的方法 那么put的方法呢 它接受两个参数 key参数以及value参数 那么这个put的方法呢 就表示说 我把这个key和value的内容 添加到缓存里面去 那么这个catch类呢 主要是实现这两个方法 那么了解了这里面的 我们实现的步骤之后呢 我们将会进行这里面 实践具体内容的学习